我是一名HIV positive 在我还没有知道我有HIV之前呢 我有烂交的行为 甚至还觉得自己很脏 然后我有自我了断的念头 我很害怕身边会对我有偏见 我就没有说出来了 我选择自己承担 Hi 大家好 我是丽慧 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要分享个课题是HIV 在之前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因为实习要去到每个不同的部门实习 然后我最喜欢最难忘也是最辛苦的 就是病房的rotation 就是work rotation 很多人很奇怪 这什么药剂师要去到病房 其实病房也是有药剂师的 就是药剂师呢 在病人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去interview他 然后就是拿他吃过什么药啊 然后在那里看过医生 然后他们的病例那些 我们都会写来一个纸 然后给doctor看 然后过后每天 我们也会跟doctor寻房啊 跟那些specialist 还有nurse寻房 跟医生那些讨论那些药方 就是要怎样配那个药 给那个病人是最正确的 如果有副作用 或者太高dose 我们要怎样减低啊 怎样配那个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做counseling 就是教人家打胰岛素啊 或者小传药那些等等之类 重点来了就是 我们去到病房之后 我们就要cluck很多case 就是那病人从他进来到处院 我们都要cluck case 就是每天要查他们的验血报告啊 然后看他们的各种指数 然后才来配那个药啊 就是看药有没有问题 要怎样去调那个药之类的 然后我第一个follow up的case 就是HIV的patient 可是从他进来到他死亡 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是傻掉人嘛 那时我刚进去 因为他一进来 他就已经是满身红点 然后他的整个嘴巴也是凹射了 他在进来之前 他是不知道他自己有HIV的 就知道他这些症状出现过后 他才来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马上refer他去hospital 然后他们验一下 然后才发现其实他是HIV患者 其实他已经严重到已经是艾滋病患者了 就是他已经是最后一期了的 所以他从发现到死亡不到一个星期 头几天他已经很严重要陷入污密了 过后几天的时候他已经肺部感染 然后脑部感染 然后皮肤全部都发炎感染 不到七天他就死掉了 所以那时是丢了一个很大的震撼弹给我 原来艾滋病患者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 他们就会这么快的死亡 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难过跟震撼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什么是HIV 第一个大家对他的误解就是 他们以为感染了HIV就是叫艾滋病患者 其实不是的 HIV是病毒 叫做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而艾滋病呢 是感染HIV的最后一个stage 就是末期了 就才叫艾滋病 HIV这个病毒呢 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然后最可怕的是 他不会让你马上死亡 而是他会攻击你体内 一个叫CD4的细胞 就是帮我们人免疫系统的细胞 他就会攻击他 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变弱 就是免疫系统全部下来 就是普通人可以抵抗的细菌啊 那些病毒弄到那些HIV病患者 都没有办法抵抗 所以一个小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 都可以让那个HIV患者 不能够抵抗然后死亡 这个就是HIV病毒最可怕的地方 然后感染HIV不一定会马上出现那些症状 他可能会潜伏期 潜伏到10年 或者10年以上 或者更久 而且HIV是没有药医的 他只可以终身服用药物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HIV患者是怎样传染那个病毒的呢 第一个就是share那个针筒 这个通常会出现在那些吸毒的人身上 就是比如说他们互相拿针筒 share来学去 这样打来打去 就会得到HIV 第二个的话就是血液 第三个的话就是性行为 比如说钢胶啊或者是静止啊 或者是女生婴道的液体啊 这些都会传染HIV的病毒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母子垂直感染 就是可能是妈妈有HIV 所以妈妈怀孕时候 或者是生baby的时候 或者是哺乳的时候 都可能把HIV的这个病毒传给那个婴孩的 就很多的会奇怪 为什么钢胶也会得到HIV 因为在钢胶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职场那些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当受伤他就有伤口嘛 所以在钢胶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 通过那个筋液啊然后从那个伤口 传到那个人的身体里面去 而HIV呢其实有三个statch 第一个就是acute就是急性的 就是在他得到那个HIV病毒过后 两到四个星期左右 他就会出现比如说好像感冒的症状 他有发烧啊有酸痛啊不舒服 融融痛啊伤风这些症状等等 第二个的话就是慢性 就是可能他会潜伏10到15年 都可能没有症状 然后最后一个statch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艾滋病AIDS就是末期了 所以HIV预防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不要share那些针筒还有刀片 就比如说纹身啊纹眉那些 都不要用同一个刀片或者针孔 第二个呢就是要确保你是安全的性行为 比如说就是要用保险套 第三个方法就是暴露前的预防 这个是多数用于那些医护人员 就是他们已经知道 他们会接触到一些病患者 或者是暴露后的预防 就是他们医护人员啊或者任何人 不小心已经接触到了那些HIV病患者的经验啊 或者他们的阴道的液体他们是可以吃这些药物来预防的 HIV病患者呢 其实他们长期都一直受到人们的歧视 就是当有些人知道他们得到了HIV 他们就 不要靠近他不要靠近他 怕动到他还是怕干涉东西啊 然后会得到HIV这样子的 第一个大家的迷思就是 亲吻眼泪啊口水啊 然后大便啊小便 这些到底会不会传染HIV的 答案是不会的 这些其实都不会传染HIV的 除了精液啊血液母乳阴道的液体 其他的其实都不会传染HIV的病毒的 另一个迷思就是 我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会不会得到HIV 答案也是不会的 当HIV病患者 他可能咳嗽啊 然后打哈欠啊 或者打喷嚏 这些都不会传染HIV的 跟他们学用一个同一个汤匙啊 同一个碗碟啊 同一个桌子 用同一个门把啊 然后用同一个gym一起游泳啊 那些其实都不会得到HIV的 另一个迷思就是 口交呢口交会不会得到HIV 其实口交会得到HIV的几率是很低 但是如果那个人的嘴巴里面有伤口的话 这时候就可能会大大的提升 他得到HIV的感染的几率 这样有人就问哦 这样如果血可以传染HIV 这样蚊子钉我们血 再钉他血 再钉我们 这样我们不是会得HIV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呢 蚊子它昆虫呢 其实不会把上一个人的血 再传给下一个人 而且HIV的病毒呢 如果离开了人体不久过后 其实他就失去了复制的能力 然后就会变到很脆弱 其实都不会再感染别人了 另一个迷思呢 就是如果我用安全套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预防艾滋病 其实是不是的 因为当你用安全套的时候 你不知道会滑落啊 还是你在做时候破掉 还是不小心露出来等等之类的意外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做HIV的检查 就是检查你自己或者你的新伴侣有没有HIV 然后再用安全套 然后安全套的方式也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要预防艾滋病 其实要用很全面的方法 就是用很多种方法来预防的 另一个迷思就是大家都觉得 HIV病患者都很短命 其实如果HIV病患者尽早 而且接受震荡的治疗的话 其实他的寿命都可以很长的 就好像正常人一样 而且当他们在接受震荡的治疗过后 他们的体内病毒数量 其实可以降到 连试都试不到他们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 再把那个HIV病毒再传给别人了 所以HIV病患者的终极目标 就是把他们身体体内的病毒降到 连试都试不到 然后不会再传染给别人 另一个迷思就是如果妈妈有HIV 她是不可以生孩子的 其实现在呢 如果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已经抑制了那个病毒 就是控制那个virus的话 然后她也不要用剖腹产 然后她出来也不可以哺乳 这些都可以大大减少 那个孩子得到HIV的机会 所以如果一个妈妈 接受震荡的治疗呢 她其实是可以怀孕的 然后生下一个没有HIV病毒的孩子的 这样有HIV positive的人就问 这样如果我跟我朋友都是HIV positive的话 这样我们是不是两个都不需要用安全套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positive嘛 答案是不对的 因为当你们两个都是positive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可能互相传染了其他的性病 而且如果你们两个都不同的HIV的virus 就是不同种类的话 他们还是会互相传染 然后带着你们的HIV更严重 所以HIV病患者还是 suggest 要用安全套的 所以现在我会播出我跟一名HIV病患者的访谈 就是我去interview她 她是一名男童性恋 然后她现在有一名固定的性伴侣 之前有很多个 可是现在只有一个 对 让我们来听听她内心的自白 嗨 你好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然后顺便分享一下你感情的状况 然后获得其他的故事 哈喽 大家好 非常感谢李慧肯给我这个机会 分享我的经历故事 今天我要分享关于我怎么得到HIV 对 我是一名HIV positive 然而我也是男童性恋者 在我还没有知道我有HIV之前呢 我有烂交的行为 就是我有很多个伴侣 就是一夜情 然后我是从交友软体认识的 然后当时候也没有觉得 要有安全措施啊那些啊 就是这样啊 然后我的感情也不怎么理想 我谈过一次恋爱 然后我的另一半也是有烂交的行为 请问一下你是怎样知道你得到HIV的 有什么症状 然后为什么会去看医生呢 我是怎样知道我有HIV的 我是通过那个厌血中心 然后我收到他们的通知 然后那个医生就叫我过去 那个医生有话跟我说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是有数的啦 因为我烂交也是有好几年的时间啦 从我16岁开始吧 到我20多岁才去检查 才去厌血 我是看到很多那种content啊 就是讲要知道你的status 然后那时候我也发现我有症状 我的症状就是很容易疲劳 然后我的身体有一些红疹 在我的胸 胸口那边 然后我就有一点担心 我担心说会更严重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去厌血咯 在我去到那个政府的医生的时候 然后我就抽血 医生就告诉我 我是HIV positive 然后我也是同时患上那个性病 就是叫做syphilis 这样子你知道你确诊的时候 你的心情或者你反应是怎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的那个报告出炉的时候 我是整个人一片迷茫 然后很无助 我也不敢告诉我家人 我就是发在心里 然后那个医生 医生的医生就跟我说 他会写信去政府的医生 然后我就有去appointment了 然后我就有去看医生 甚至还觉得自己很脏 不敢靠近任何人 然后我有自我了断的念头 我心里一直觉得 我应该活不了多久了吧 然后我要怎么跟我家人说 如果说我走了 我家人知道的话 他们会很伤心 就因为我家人 我心里就有想着我家人 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 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我要去接受治疗 这样子你有告诉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吗 他们知道吗 我没有勇气告诉我家人 直到现在 然后我有告诉我几个朋友 就是比较信任的朋友 他们都很supportive 就是说不要想那么多 会好起来 我很感激他们 然后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确实有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医生也有告诉我 不要一个人承担要说出来 就是说给信任的朋友 还是家人 这样你害怕其他人对你疾病的眼光吗 就是比如说歧视那些等等 说真的我很害怕身边会对我有偏见 就因为我是 HIV positive 我就没有说出来我选择自己承担 然后接受治疗 因为如果我服药超过6个月 然后我就会变成 un detected就是说无法 我的那个 viral load 是比较低的 这样你有后悔过吗 就是不小心得到这个疾病 我有后悔过我为什么当初没有解身之爱 我觉得应该是缺乏性教育吧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在学校是没有得到这种知识的 然后我是非常希望校防可以给学生知道一些措施 比如要解身之爱啊 要做好安全措施啊 这些等等的 因为在外国已经是很普遍的 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的吗 最后呢 我也要劝封大家 不管你是一性恋啊 中性恋啊 还是双性恋也好啊 都要做安全措施 好好爱自己 然后解身之爱 不要烂脚 我目前就是在等follow up 我也希望我的status会变成undetected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补充就是 我们少数群体就是LGBT 然后我本身是男同性恋者 我是bottom0号 然后我的风险得到HIV是很高 对我们这个群体得到的风险是很高的 所以呢 要非常的注意 要做好安全措施 我也希望和我一样有HIV的患者们 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只要坚持下去 谢谢你 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 最后想告诉大家就是 如果一个HIV患者 可是他没有接受HIV治疗的话 他的寿命可能只剩下三年 少过三年 而如果已经到了艾滋病的那个阶段的话 他还是没有接受治疗 他可能就只剩下一年 或者更短 就像我刚开始讲的 就是我在病房内 从他发现到死亡都不到一个星期 所以 尽早接受检验 就算你怀疑啊 就算你还没有结婚 然后要结婚 你都可以去test这个HIV的 尽早知道我们跟对方 跟你的伴侣的status是最好的 如果你怀疑 或者你身边的人怀疑他自己患上了HIV 可以到私人的诊所 或者私人的医院 政府的诊所 政府的医院求助 或者你可以到以下的网址去询问 或者寻求资助